他是我见过跟我共事过的所有的 卫府部长或者卫生署长里面 我相信他应该是最会解决问题的一个部长 总统蔡英文日前出席职能治疗师全联会活动 不忘夸赞站在一旁的诚实中 两人近期频频同台 从9月2号到9月4号三天内四度同台 其中9月3号两行程更间隔不到三小时 北市选战蔡英文有不难说的压力 积极帮陈时中拉票 越传出党内高层评估 只要拿下台北九合一大选就不算输 因此稳住陈时中就等于稳住自己 基本上他认为说我最后一期就是台北市 台北市赢了 你们要斗的话就要很难斗我 他已经讲好了 我台北市如果赢的话我就没有输 他开始说你凭什么时候是稳呢 我认为这是一个预防针 可是实务上他需要台北跟桃园都拿下来 才可以拿到绝对的优势 如果拿了台北调了桃园 对于英系来说也是某种程度 你说掰开也好 或者是说受到很大影响也好 又或者说赖系可以见缝插针也好 英系组长台北市长战局除了非赢不可 也牵动2024布局 尤其陈建仁担任陈时中进董主委 更有为2024提前练兵的味道 他还有底牌也就是说陈建仁 陈建仁可以当行政院长 接着也可以当总统候选人 所以如果说他说我台北市没有输 就没有输就不要下台 真的要主席下台的时候 陈建仁已经入党了 他可以再接主席 2024英系可能派出陈建仁 立抗副总统赖清德所属的新潮流 但赖清德阵营也有动作 不仅成立愿景办公室 首趟拂雪行程选在新北的林家龙 可能也是有意促成 新系跟郑国会在2024联手进攻 陈建仁自己都在帮自己练兵 各地的小英之友会就我了解 现在有很多公开或者私下活动 也在邀请陈建仁选择新北市 某种程度上 一是去巩固这两个派系的合作 我觉得新北市可能只会开始 未来可能会看到基隆寺有这样的味道 或许屏东也会有这样的味道 跟陈建仁我觉得目前来说 已经有一点点火车对撞的味道 2022选战才刚进入关键期 2024英系与赖清德之争 已经提前名枪起跑 华语新闻将会零加千元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中绮金带 中绮 Д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